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Christina Ho from the Flight Deck. Welcome aboard. 在我們的行業裏面真的會比較少的女生,大概都是5% 最主要的原因是,例如以前我去入職做空姐 其實我是見到一個poster,見到一個男的機師加上一個女的空姐 所以我也不會立刻想到自己想做機師 所以我覺得女生不勝任這個工作 是她們沒有想過,原來女生也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飛機師 我是何梓廷 Christina Ho 我是一位文行機師 икс姐,你好 綠合運大樓,拜託 其實在我做飛機師之前 是讀藝術的 我就主修了時裝設計 但後來我就想 我真的很想念去不同地方 去看不同的東西 我就想想試一下一些 不是九五的工作 會不會適合自己呢 所以我當時就做了這個動作 成為了一個空中服務員 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契機 令我成為一個飛機師 在我們起飛前 大概四個小時 我們已經有飛機計劃 其實這些資料 都已經在我們的iPad裡面 會看到 其實可能我未離開家 但我都會 已經開始看那個航班的資料 例如香港去L.A. 如果去這個地方 可能我就會看預期我們去到的時間 這個時間 當你的天氣又如何 那警察和我們都會看看 需要不需要帶多一些油 因為我們上去之後 就只剩下我們了 就是我們會是最主要 最後一閘門去做這個板機 謝謝司機 以前其實很少會在機場 看到我們的攝影師 因為我們都會在公司 做安全檢查 以及直接搭巴士 去到飛機底上上機 但現在可能會多了機會 看到我們 因為有些新的政策 出來 我們都會在機場 做一些攝影師的檢查 所以我們都會在機場 提醒一下 我們都會在機場 然後我們都會在機場 我們都會在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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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會在機場 我們都會在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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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到大 真的沒有想過 成為一個飛機師 後來有一次 我去我朋友的婚禮 那班機非常之膚 那我就上不了機 那一次就剛好 因為作為航空公司的員工 那艘航空公司就很好地 推出了一個 jump seat 給我 這個位置就是 在兩位機師的後面的兩個位置 誰知道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色 因為剛巧那天是一個黃昏的時候 之後我們關了門之後 我們又慢慢taxi出去跑道 跑道上面都有不同顏色的燈 然後我們要加速去起飛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些跑道上的燈 衝向我 慢慢一粒一粒地衝向我 那我的衣服都跟著一起跳 就會覺得這份感動 真是未試過的感動 一份很特別的感覺 那我就知道 嗯 這個是我想要的工作 有這份感動 我都會懷疑自己會不會是三分鐘熱度的 我都會想去了解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 亦是否真正喜歡 所以我之後就找回一個以前的退了休的 training captain 那我就在美國 那我就去了自己的那個Airfield那裏 那裏就去做義工 幫手入油 跟著他在那裏砌飛機的時候 又幫他分一下螺絲 開頭真是一頭無水的 就是對於我來說 是一套很新的思維 但是我越讀越有興趣 那就是這條路是對的了 所以就確定了自己的心思去投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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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年都有逐排的考試 亦都要確保乘客的安全 所以我們定期都會來到駕駛模擬室裏面去練習 好 很多人都會問 我們是否想 就是take off landing 就會很忙 跟著之後 autopilot 是否按一個按鈕 我就可以去睡覺 其實就不是的 take off landing 自然是忙 我們稱這個為 critical time 那critical time 就是一個 我們大家都不會說多餘的東西 例如我不會跟你說 thank you 我們會直接說我們想要的東西 過了這個 critical time 可能去到 cruise 那我們用這個 autopilot 其實呢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想多一點capacity 去做其他事情 很大部份的時間 在找錯處 就是找他有沒有做一些奇怪的事 那如果他用那個油的量 是跟平時不一樣的 他用那個油的量 是比平時多很多 那可能就是有問題 都涉及很多的multitasking 所以才令到這份工作 那麼challenging 那麼好玩 是的 在這個training的過程 除了一些ground school 很challenging之外 其實中間我飛行的時候 都遇過一個小插曲 我就是一個單人的飛行訓練 過了沒有半個小時 然後呢 飛機就告訴我 他不可以了 他就叮叮叮叮叮的 就出現了一些 alert 那我就 就是去reset了他一次 然後呢 很快 他就再跳出來 那我當刻呢 其實第一下的感覺 我真的會覺得 啊 不會是我吧 那樣 那樣 我就提早撒了一個call 給塔塔 那我就告訴他 我現在inbound進來 那樣 然後我撒完這個call 就啵一聲 這隻飛機上面的電都沒有了 然後我又沒有了減速器 我全隻飛機的燈都沒有了 那當時呢 因為來得太快了 我都沒有什麼時間去想些什麼 我只知道現在我要降落 那所以呢 我就 我就很專心做這個landing 都很好這樣 那次的landing是做得很好的 那我就安全地降落了 他沒有說這件這麼危險的事情 給我聽 那時候都後來是畢業禮 那時候 才有同學仔說起這件事 我才知道 當時我的心都 突然間 掉了下來 那一刻 如果真的出現意外 怎麼辦呢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 變了就知道 Christina的能力 是已經超出了我想像之中 那她應該勝任到這份工作 尤其是她畢業禮的時候 請了我 和我先生上飛機玩了一轉的時候 都很神奇 既是原來是我女兒的 不是別人 那感覺上 你說怕不怕 完全不怕 因為她讓我很安全 是的 她那兩個多小時的旅程裡面 我覺得時間真的快 很快已經是要下機了 她做得很好 她做了五十五個星期的機師訓練 那時候做會有個畢業典禮 那時候我就想送一份禮物給她 畢業典禮通常都是花 那時候就像公仔一樣 那有一天很幸運 就走過 看到一隻這樣似去的公仔 那又還穿著那些機師制服 那因為只有男生 那我就問那個店員 你可不可以和我做女生 那樣 於是她就很好 搜集了很多資料 就和她做了這個她的迷你版 那希望她喜歡 那當時她一出現之後 就變成她做主角 當時都覺得挺驚訝 因為她要從一個機窗服務員 轉為一個機師 那我也有問她 可以這樣轉的嗎 因為她完全沒有理科的課程讀過 還有機師是一個男主導的工作 感覺上如果女生做的 她會不會在體力上 都未必應付到 但是她從小到大的性格 都是雖然做事是慢 但是她一定會做到給你看 她會跟著那個目標 一步一步一步 好 飛機了 來了來了來了 我也覺得很慶幸的一件事 就是起碼我那次上去的飛行 我見到兩位男性的機師 但是我也沒有問自己一條問題 就是如果我是女生 她們是男生 我會不會做得到 我從來都沒有這個框框給自己 就覺得如果那件事是想做的 就去做 我覺得是要相信自己 不要第一時間覺得 其實她們是很遠的事 其實你只要踏出一小小的步 做少許的改變 後面那些就像雪球一樣 一邊滾下去 就會離得容易了很多 每一個機師都會希望成為一個機場 因為你就真真正正去帶領著 後面的乘客和你的同事們 去完成一班飛機 這個我相信是每一個機師的夢想 我都會繼續在我的工作中緊守我的崗位 但是也都在面對著年輕人 我都希望成為她們的正能量 繼續去寫一些好的小故事 畫一些可愛的系列出來 希望可以成為她們的鼓勵 也都告訴她 一個平凡的小女生 Krisina都做到的事 其實她們都做到的 有些人的大小的大小 在這裡 可以發揮手 又是一個小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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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都在做的小小的小的小小 Krisina都做了 在這裡 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Krisina的小小小 Krisina Krisina Krisina